大家好 欢迎来到 蔡琴的吐槽日常 今天我们来吐槽谁呢 那就是张子怡 提到张子怡呢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 我想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就是上阳赋 不过这部电视剧 评价不高 在豆瓣上只有6.2的评价 很多人都批评说 让一个38岁的女演员 演一个156岁的女主 实在是过分 所以张子怡 第一次的电视剧参演的经历 就以失败告诉我 不过我们今天 不是要说这部上阳赋 而是要聊一聊 张子怡曾经的那段黑历史 张子怡年轻的时候 有三大黑历史 分别是沙滩门 乍捐门 扑墨门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比较冷门的沙滩门 因为年纪轻的小伙伴们 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沙滩门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就是沙滩门 下一个 下一个比较劲爆 比较劲爆 当年 紫怡女士在沙滩上被腾男友啃屁 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各大媒体上都公开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在百度上 大概在2009年 张子怡爆出了几大绯闻吧 其中 也可以说是黑历史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沙滩门 但是这不光是闹绯闻那么简单了 2009年的1月 张子怡和所谓的魏芬夫 叫威利 就是这个爷们 就这个爷们 打上一点 打上一点 不是特别的雅观 张子怡和威利 在加勒比海度假 被拍到日光玉和亲密的图片 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 这个海滩是公共的海滩 可不是私人的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说 是不是他的男友 故意让别人拍摄 当时呢 国际章已经出演了 一季回录 可以说是在好莱坞 以及欧美 开始展露头角 展露头角 这两个人恋情呢 也受到外界瞩目 外界一直摇权 二人要结婚 但最终在这一年分手了 据说二人分手原因是因为 VB的身价高达47亿美元 要签离婚结育 张子里没同意 所以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我们要讲讲 当时的另外一种说法 有人也说啊 这个VB呢 所谓的华大公司大股东 其实就是个空壳子 事实上 华大公司从05年开始 进行状况每况愈下 更是在0708年出现巨额亏损 所以说这个V字呢 VB呢 是盯准了身价过亿 张子仪的钱包 当然了 这东西没有绝对 鱼找鱼 虾到虾 臭鱼找赖虾 臭鱼找赖虾 张子仪为什么要喜欢这样 这个又老又丑的 又穷的男人VB呢 其实很简单 虚荣心作怪 他要用一个外国人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及其眼光 而且VB在中国的形象 也是张子仪 给努力给他涂抹出来的 那两年和VB在一起 已经倒贴接近2000万人民币 而且后来他还逐渐发现 这个VB又十几岁的孩子 根本没有什么拍 没有资金拍大片 所以张子仪立马 果断的和他分手了 虽然在后来呢 也有不少的波折 但是我们的子仪女士 最后找到了他的男友 也是今天的丈夫 皮裤汪 一直想上头条的汪峰 希望两人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沙滩门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的摆渡一下 会有惊喜哟 再见